北京时间8月30日,去洛杉矶媒体最新爆料,魔术师约翰逊一心想拿下提湖神塔,安东尼·戴维斯。 据知情人士爆料,魔术师约出半个球队的年轻新秀们,球哥加固兹马加哈特加洛尔邓的聂天筹码与提湖上谈戴维斯的交易。 据相关人士爆料,提湖要谁魔术师都给,只要不出英格拉姆与詹姆斯,上个才记戴维斯交出了场券28.1加11.2加2.6的今天数据,或许戴维斯栏下的诊设历史数据还无法体现的, 也就是说戴维斯的威力要比现在的今天数据还要今天,这或许也是魔术师非常看重的一点。 球铭也是纷纷表示,詹姆斯有望迎来职业生涯史上最强的榜首,自从考新次投敌勇士,朗多加忙胡人后,戴维斯似乎已经无心为提湖恋战,在得知提湖放走康多并没有通知自己后,戴维斯一度盲旋了强烈的去意,据美媒爆料, 一旦提湖管理层认为,他们无法留下戴维斯的话,他们也将很快启动交易,胡人或是戴维斯的最佳去处, 求格加库子马扎哈特这样的潜力猩猩们,相信提湖无法拒绝,期待他们的运作。